第316章废品收购站 孟阳听到何国庆说 推荐他去区里学习 非常的激动 不过等冷静下来后 他说道 科长 我业务能力比不上填会计 而且他还提出了 集资建房这样好的建议 这次去区里学习的名额 应该给他才是 他是真觉得 填少比他更有资格 何国庆听到这话很高兴 底下的人谦让 做领导的就轻松了 本来我是想举荐 填会计去区里学习 但他说 你工作更认真 不像他总请试驾 他觉得让你去 才公平的孟阳很感动 也没有再推脱 何国庆笑着说道 周日就去区里报到 下周一开始学习 为期一个月 希望你好好把握机会 学有所得孟阳出来以后 就跟填勺道谢 若不是填勺谦让 这机会也落不到他头上 填勺笑着说道 不用谢 我们三个人 你是最适合的 我跟赵会计 隔三差五请试驾 要真去了 就是你没有意义 常理那些人 也会有闲话的赵小柔 很不客气地说道 田勺 你自己总请假 别扯上我田勺鸣嘴笑 不跟他呛 他每次去省城都是有事 这姑娘去省城就是完了 而且最长一次 还推迟一个星期来上班 也就他了 换其他人绝对通报批评 周日 田勺正在院子里活动四肢 外头就响起你敲门声 听到是三魁的声音 田勺这才去开门 然后 就看见三魁挑着一单的东西 左边是被褥 右边是木桶等物 田勺笑着说道 东西都拿回来了 三魁笑着说道 没有 还有一些小东西没拿回来 我现在就折回去拿 表姐 你给我留饭啊 因为要去废品收购站买东西 田勺没让二压回去 这姑娘以前日日盼着进城 结果现在进城里工作 却特别喜欢回家 问他 就说跟城里人合不来 早晨吃得很简单 就百米粥粥配红薯 再配了酸豆角跟咸菜 另外还有一个蛋 三魁吃了两碗粥 跟三个成人巴掌大的红薯 至于鸡蛋 一口就给他干掉了 好在李大就知道 他食量过人 每个月会送一袋子粮食来 吃完以后 三魁呼出一口气 还是家里的饭菜好吃 运输公司食堂的那些饭菜 比他娘做的还难吃 不过他只心里暗暗吐槽 可不敢当住厂里职工抱怨 田勺笑着说道 以后你中午在公司吃 早饭跟晚饭在家吃 因为自小感情好 加上田勺对他也颇为照顾 所以三魁来这儿 就跟在家一样 二压倒也没什么不满的 一来房子不是他的 二来他也感激李大就 当初对家里的帮助 之前反对三魁住进来 不是讨厌他 单纯就是怕影响名声 嫁不到好人家 吃过饭三人就去了废品回收站 来了快一年了 田勺还是投赐到这儿来 什么时代都不缺精明人 收购站也就一些 就报纸跟书 以及家具等东西 讨好东西 想什么呢 就家具堆积在一个木棚子下面 都是缺胳膊断腿的 想拼凑出一张床都不行了 三魁摇头道 姐 这些都用不了 田勺看到角落里 那只缺了腿的圆桌 莫名觉得眼熟 走近一看 圆桌黑红色的上头叼着兰花 这圆桌分明就是姚二妹家的 田勺问了守门的大爷 墙角那些家具 是不是从纺织厂家属楼收的 这位大爷眼皮都没抬 说道 不知道 要就付钱 拿走 不要的话就赶紧走 别在这儿吵我老人家 这可真是位大爷 田勺赶紧从胯包里 拿了一根大钱门塞给大爷 结果这老大爷推开道 去 去 去 小小年岁不学好 老头子我不吸这个 还是个 言由不尽的 行吧 田勺让二鸭跟三魁 将这圆木桌挪出来 没想到这圆桌特别重 两人费了老鼻子劲 才抬出来 二鸭泪得一头汗 他擦住汗说道 大姐 这桌子太笨重了 而且也没地方放 这意思是让他别买了 用不上 田勺挺喜欢这种古朴的家具 他问了三魁 你也跟大舅学了木匠活 知道这是什么木料吗 李三魁很实诚地摇头 表示不知道 田勺将那些旧家具看了一遍 除了这圆木桌外 其他的都用的普通的木料 大爷 这圆桌多少钱 守门的大爷 看了一眼这桌子 说道 两 快钱二鸭一听 顿时就炸了 喊道 这桌子缺了一条腿 根本用不了 还两块钱 你怎么不去抢了 白送给他 他都不要 三魁也觉得太贵了 说道 大姐 你要觉得家里的桌子不好 到时候 让我爹给做一个 那守门的大爷 一听就笑了 说道 人不大口气 道不小 让你爹做一个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木材的 这是红酸之木 以前只有大户人家 才用得起这样的木料 若不是缺一条腿 二十多不止 在田勺的认知中 最好的木料是紫檀木 沉香木 以及黄花梨木 不过这桌子纹路 还挺漂亮的 田勺觉得拿回去修下 放院子里挺不错 省得吃饭时 搬来搬去不方便了 二鸭可不管红的黑的 他就觉得两块钱 买个破桌子太亏了 这都断了一条腿 拿回去也只能当柴烧 大姐 有钱也不是这么用的 咱们回去吧 田勺才不听他的 花两块钱 将这这红木圆桌买下来了 因为太笨重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弄回家 二鸭虽觉得不值 但田勺付了钱后 就不敢再叽叽歪歪了 他现在学乖了 不敢对田勺的事 指手画脚了 万一惹得大姐 真厌了自己 可就转不了证了 将桌子放在院子里 然后田勺又带他们 折返回废品收购站 没办法 现在没有就家具店 别人不用的 都是拉到废品收购站的 李三魁看不上那些旧床 都缺胳膊断腿的 买它干啥 他说道 姐 反正爹说了 会给我做一张床 咱就不费这个钱了 买几块木板 回去拼凑下就行 反正现在六月份 热得不行 打个的铺睡也没问题 第三百一十七张首饰 东西买好了 二鸭就说要回去 田勺奇怪了 问道 你每周日都回去做什么 家里有什么让你放不下的 二鸭很想对他两句 不过对 上田勺的眼神就不敢了 我想爹娘跟三鸭了 大姐 你已经接连三个星期都没回去 爹娘都说想你了 田勺不想回去 他对 田家村是一点都不惦念的 他们要是想我 就周日带了三鸭他们 到县城来住两天好了 反正现在也有两间屋 住得下田大林跟李桂花 才不愿意在县城住 除了水以外 啥啥都 要钱 三魁说道 表姐 柴火不够了 我跟二鸭回去弄点柴火来吧 去吧去吧 等两人走后 田勺拿住书在屋子里看 突然砰的一声 将田勺下了一大条 抬头看去 原来是桌子没放好 倒在了地上 田勺自言自语道 这个二鸭 做事也太粗心了 放个桌子都放不好 走过去 本来想将桌子扶起来 只是俯身的时候 发现断腿旁边有个凹槽 田勺用力按 没反应 田勺进屋取了军刀 来说这个凹槽 还是没反应 犹豫了下 他找了工具 小心地将这桌子拆开 拆了一块木板下来 田勺看到有片红 他精神一震 在拆的时候越发小心了 拆下四块木板后 田勺将这红色的绸布 从里面取了出来 打开一看 这绸布里包着的是 金像圈 金像链 金手镯 金锁片等首饰 除此之外 还有一块玉佛 这玉佛晶莹洁洁白 细腻滋润 拿在手中 有一种温润的感觉 田勺非常高兴 这原木桌子 可是从姚二妹家流出来的 若是他知道圆木桌里藏了这么多的金子 估计会吐血而亡了 至于说这些东西是姚二妹的 那是绝不可能的 玉佳祖上网上数五代都是平农 玉佛当年运气好进了纺织厂 走了学徒 而姚家更是穷得叮当响 这原木桌 估计是当年姚二妹从哪户有钱人家里顺的 结果 现在便宜了它 田勺将玉佩拿出来 其他的还是用红绸布包住 傍晚二鸭跟三魁回来了 发现原木桌不见了 只剩下一堆碎木块 两人面面相去 最后还是三魁开口问 表姐 你怎么将桌子披了 田勺早就寻好了借口 说道 我刚才突然发现 这原木桌是姚二妹家的 觉得晦气就披了 想着田勺之前受的罪 二鸭也不敢再说他浪费钱了 将东西搬进屋后 二鸭与田勺道 大姐 爹娘相中了柳夏村一个年轻的后生 想下周日让我与对方见一面 大姐 你能不能帮我长长眼 二鸭是招坠 若是招得上门女婿不好 可是会祸害一家子的 他不求 田勺也会给他把关 田勺问道 对方家里什么情况 此生又是什么情况 二鸭红着脸说道 娘说那后生叫柳青山 他家有五兄弟 他排行第三 今年十九岁了 爹娘说这人很勤快 个头高 长得周正 是个忠厚老实的田勺没发表意见 只是问道 他父母兄弟的品性如何 二鸭说道 他爹娘不是什么坏人 就是有些偏心小儿子 他大嫂跟二嫂看不惯 一家子经常为此经常吵 没分家 二鸭摇头说道 还有三个儿子没结婚 哪能分家呢 他们要敢闹分家 还不得被村里人的唾沫星子淹死 田勺觉得这家人的家风不好 不过这是二鸭相看 还是得以他的意见为主 你的意思呢 二鸭也知道人多是非多 这一家子不和睦 以后会很麻烦 只是他也有顾虑 说道 我是招坠 不是嫁到他们去 倒也不用担心 被他两个嫂子欺负 田勺突然想起一件事 招坠的话 是女方要给男方家 一笔礼钱 对吧 三魁插了一句 对得解 这其实与姑娘家里收彩礼 是一样的 田勺继续问道 他们家能给老大老二娶媳妇 为什么就不能给老三娶媳妇呢 是不是他父母不重视他 所以想让他入赘的一笔礼钱 二鸭摇头 表示不清楚 田勺想了下说道 爹娘既然乐意 那对方肯定有可取之处 你先见一面看看 若你觉得好 我倒再见他不迟 若二鸭都不满意 也别浪费他的时间了 第二天上班时 田勺故意板住脸 办公室另外两个人 一看就知道他心情不好了 赵小柔惯常不怎么说话 刘婉儿也老实地跟安纯一样 赵小柔领导跟刘婉儿 去吃吃午饭的空档 小声问道 你今天怎么了 板住一张脸 现在应该没人敢惹你 才对田勺脸开嘴笑 露出了一口白牙 我昨日去废品收购站 想买张旧床 看到姚二妹家的原木桌在那 我觉得这桌子 放跟家里家具相配就买了 没想到在桌子里 发现一包金首饰 赵小柔笑了起来 大白天说什么梦话呢 田勺满脸笑意地说道 这么大的事 我能跟你开玩笑 小柔姐 我想将这些金子都换成钱 不知道你有没有门路 赵小柔看她说得跟真的一样 你确定不是在做梦 我明日就将那些首饰给你 赵小柔顿时知道此事是真的 哎 这是怎么那么玄幻了 你现在又不急着用钱 这金首饰还是留着吧 现在金价涨得比较厉害 你要换了就亏了 田勺听到这话 想起一件事 那就是七十年代 国际上金价涨得是很猛 好像十年内涨了十多倍 国内金价猛涨 应该也受此影响 不过知道也没用 她一枚本钱 二枚渠道 田勺摇头道 我现在急用钱 你要有门路就帮我换了 有多少 孤不准 上称就知道了赵小柔觉得很神奇 说道 李爱华总说你运气好 我还不信 现在看来是真的 说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需要这么多钱 田勺说道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想做个生意 这生意虽是一锤子买卖 但前期投入成本很大 就这金子卖了 还差一大截呢 可惜你没钱 不然你可以跟我一起赚大钱了 赵小柔说道 我就算 有钱 也不敢跟你瞎胡闹 她花钱如流水 好不容易攒下的五百块钱 还给了田勺 当然 就算有钱她也不投 一是做生意 风险大不稳当 二是有钱该好好享受 赚大钱 她可不做这个梦 第三百一十八章 全能的大舅 周三 李大舅与李大魁两人 扛着床来了 田勺下班后 看到那床 按到现在的人 真是能吃苦 李大舅一见到田勺后 就问了 打压 三魁在运输公司怎么样 都还好吗 田勺笑着说道 之前被人欺负了 因为对方是领导的 儿子 被打了也不敢还手 我知道后 带他去对方家里走了一趟 现在厂里 没人敢欺负他了 那些人知道李三魁是他表弟 而且还是他找关系弄进去 的 现在哪还敢惹他 李大舅听了 暗松了一口气 三个儿子就老么最识诚了 这些日子 他生怕三魁被欺负被人带坏了 好在外甥女能给他撑腰 倒是放心了 李大魁问道 大鸭 三魁公司不是提供住宿吗 怎么还让他住这儿 田勺表示这是自己的主意 让三魁住在这儿 一来可以帮我们钱一些重货 二来公司的宿舍太热 太吵睡不好 三来他现在去夜校学习 住在我这儿 有我盯着也会认真学 李大魁也有跟二鸭一样的担心 三魁 毕竟年岁大住一块 怕会被人说闲话 田勺翻了的白眼 一个个的都是老古董 大表哥 在我心里 三魁就跟亲弟弟一样 别人要就此说闲话 被弟弟说就算了 若是敢当面术 我扇他大嘴巴子 也是现在大家孩子多 到八九十年代工薪阶层家 基本都是独身子女 这表姐弟 其实与亲姐弟没差别了 李大舅很高兴 杨生说道 二鸭说得很对 咱行的正做得端 怕什么 二鸭 你就不知道你爱吃酸豆角 特意让我带了一罐子来 大舅妈烟的酸豆角 不管是炒肉末 还是配粥吃都很美味 田勺道谢了以后 问起大宝念书的事 大舅拿搭在肩膀上的毛巾 擦了下脸上的汗 笑着说道 这是我已经跟你爹娘说了 开学就带大宝去报名 到时候先在你家借住 等明年我家房子建好了 就让你外婆留在田家村带孩子 那房子准备怎么盖 还跟之前那样盖四间屋吗 李大舅笑着道 对啊 先盖四间 怎么大压你有更好的意见吗 最开始是受原生的影响 想要报答李大舅一家 但接触以后发现李大舅豁达 开明真的是个非常好的长辈 所以 田勺也希望他以后能好 田勺说道 二表哥私心太重 哪怕你说了 以后三亏娶媳妇盖房子不插手 二表哥也不会相信的 所以我觉得 大舅你最好盖两栋房子 大表哥跟二表哥一人一栋 盖了两栋房子 基本不会再有盛望 李大舅看住大儿子 见他没支声 心直接往下沉 大亏 你也觉得我以后会暗中贴补三魁 李大魁盲解释道 爹 三魁还是个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 不能因为有工作 咱就聊开不管 只是二魁他 爹 还是按照大压说的做吧 不然二魁跟他媳妇 总觉得自己吃了亏 他在你跟前 抱怨了 李大魁说起这事就来气 他没跟我抱怨 但弟妹跟我媳妇 暗中念叨了好几回 还挑动我媳妇跟娘说 爹 还是分开吧 你们累了一辈子 也该歇息了 也亏得他媳妇心眼识 觉得这工作是大压点名给三魁的 他们不该争 不然被弟媳妇这一挑拨 真跟娘吵了 还不得将娘气坏了 两件事下来 李大魁现在对李二魁夫妻很不满 也想跟他们分开了 三五个月挑拨不成 但三五年呢 这要被挑拨成功 家里不得安宁 李大舅并不知道这些事 文言脸色非常难看 田韶却觉得这个大表哥是个明白人 大舅以后跟住他们夫妻生活不会差的 大舅 数大分差 人大分家 大表哥跟二表哥也都是当了爹的人 分家对谁都好 李大舅叹了一口气道 这是我得回去跟你大舅母商量了 再决定晚上 三魁回来 看到两人非常高兴 虽然城里很好 但他还是忍不住想家 想父母跟奶奶 只是他自诩是男子汉 啪二哑笑话 平日不敢表露出来 李大舅看住憨憨的门儿 心里决定将这家分彻底了 吃过晚饭 李大舅闲不住 将堆积在角落的柴火跟木板垒起来 结果就发现七零八楼的木板 竟是上等的木料 大鸭 你从哪弄来的这些木桶 这可都是好木料啊 废品收购占的 本来是一个圆桌 因为是姚二妹家的 被我用斧头劈了 李大舅笑着道 姚二妹是可恨 但东西又没罪 这木头做家具非常结实 放几百年都不会坏 田勺不后悔劈了这家具 毕竟收获巨大 李大舅觉得烧掉太可惜了 他说道 大鸭 你这儿也没有矮凳 我用这些木料 给你做几个矮凳吧 田勺觉得大舅全能型的 啥都会 不过因为这儿没有工具 李大舅将用得上的木板挑出来 然后 叮嘱几人别烧掉 知道李三魁周日是没课的 李大舅说道 以后周六傍晚回田家村 周日帮你姑父姑母干活 别留在这儿发懒 他觉得欠田勺这么大的人情 别说只是帮着钱种活 就是让三魁给田大林夫妻养老送终 都是应该的 不过知道二鸭要招坠 这话他只跟三魁嘀咕两句 没对其他人说 三魁笑着道 行 以后周六我就跟二鸭一起回去 田勺没有意义 年轻人嘛 只要不是超负荷的干活 多劳动还能增强身体素质 第二天中午 田建勒来找田勺说道 大鸭 我婚期定下来了 在下周的周日 希望你到时候能来参加婚礼 田勺一口应下 然后笑着问道 对了 建勒哥 玲玲是不是跟人处对象啊 田建勒点头说道 是 跟一个知情处对象啊 那人是四九成的人 我觉得不合适 但他自己喜欢拦不住田春夫妻 以及江副经理都不同意 但田玲玲就看上了那小白脸 谁的话都不管用 田勺笑着说道 我有次在路上碰到过 从长相跟气质来看 这知情家是应该不错 田建勒苦笑一声道 算了 不说这个了 大鸭 我 婚礼你可一定要来啊 现在玲玲一心黏在那小白脸的身上 她劝也劝了 骂也骂了都不听 总归是妹妹不是女儿 见她冥顽不灵也就不管了 放心吧 我肯定会去的第三百一十九章捡钱 太阳落山 余灰洒落在小院里 田勺还窝在床上没起来 李爱华过来送东西时 看到她有气无力的样子问道 怎么了这是 身体不舒服吗 田勺说道 没有 就提不起进来 你吃晚饭没有 没有的话你自己 随便整点吧 李爱华摸了下她的额头 压了一声骂道 你都发烧了 还说没生病 你在这儿等一等 我去叫赵康一起送你去医院 田勺 白白手道 不去 只是滴烧 熬一下就好了 李爱华不听她的执意将田勺送去了医院 结果到了医院 还是只拿几片退烧药就回来了 因为医生说要田勺吃清淡的 李爱华回来就逃米欧粥 赵康帮忙烧火 只是烧火的时候 看中那灶台神色有些微妙 李爱华看她发呆 喊了两声后道 你在想啥呢 火都快灭了 赵康赶紧塞了几根柴进去 然后说道 我在想刚结了的案子 当时输露了一些细节 不然能更快破案了 李爱华一听 立即到 案子的事别跟我说 以后在家不要谈公事 天大黑二鸭跟三魁回来了 因为五点就要去食堂干活 除非有事 不然二鸭都是晚上赶回来 看到开门的是李爱华 她很纳闷地问道 爱华姐 我姐呢 听到田勺发烧 两人准备进屋 被李爱华给拦了 你姐刚吃了粥 已经睡下了 别去炒她 那几片退烧药拿回来 田勺也不吃 说希望靠自己扛过去 李爱华我不过她 只能随她了 第二天田勺醒来时 就看住趴在床边的二鸭 她坐起来问道 你怎么没去上班 二鸭笑着说道 五点的时候 我去了食堂 跟王师傅请了假的 她知道你发烧 还给我一条鸡鱼 说让我熬鸡鱼汤给你喝 你拿 等 二鸭点头道 是 姐 王师傅也是好心 我若拒绝 就太不是好歹了 姐 我刚让三魁买了两块豆腐 等会我给你做鸡鱼豆腐汤 田勺默了默 没有说话 退了烧 田勺有了些力气 就去院子里打拳 半个小时候以后 满头大汗 休息了下洗了个热水澡后 感觉活过来了一样 有了精神 田勺也有经历询问二鸭相看的事了 那个柳青山怎么样了 跟爹娘说的一样 个头比较高 长得 也周正 人很勤快是钱活的一把好手 还有呢 二鸭觉得这些就足够了 田勺有些无奈 这些都只是表面的东西 真正过日子还得看对方是否有担当跟责任心 爹娘呢 他们怎么说 二鸭笑着说道 爹娘也觉得挺好的 姐 你若是不放心 周日可以叫她来家一趟 我相信你见了 肯定也会满意的田勺没兴趣 看她欢喜的样子也没泼冷水 招坠不比嫁人 各方面都好的人也不可能入坠 所以只能矮子头里拔高个 那你让爹娘确定两件事 一是品性 二是否余孝 若品性好 有主见不余孝 那这事就行 反之就算了二鸭疑惑地问道 大姐 什么是余孝啊 田勺说道 余孝就是什么都听父母的 父母让往东就绝不会往西 他要这种性子 以后他父母要他帮衬家里 肯定不会拒绝了 礼钱是习俗该给 但不能让他们来吸血 二鸭下了一大条 说道 我明日就回去跟爹娘说 田勺只请一天假就去上班了 没办法 孟阳去区里学习了 如今科室就剩下他跟赵小柔 他工作量剧增 多休息一日就得多加好几个班 这不星期二中午又得加班了 赵小柔也悲催地跟住一起加班了 田勺打了饭回办公室吃 看住赵小柔还低头钱活到 赵会计 等会神姐会给你送饭吗 赵小柔指了下鲁星安的办公室 没有应他 一直到鲁星安拿着公文包出去 赵小柔才说道 你的东西已经托人卖了 卖了4660块钱 金额太大 不好在这儿给你填勺 吓了一大跳 怎么这么多 赵小柔说道 都吗 人家都将价钱提到了400块钱一件衣服 你只要设计出11款衣服样式就能赚到这钱了 这可比你卖金子强得多了 田勺可一点都不心疼 他笑着说道 我这金子又不是祖上传下来的 是我运气好寻到的 卖就卖了 辛苦 所得于捡钱 那感觉完全不一样好吧 赵小柔文言笑骂道 也就是我了 换成别人听到这话 还得给你套麻袋啊 他自小生活优渥 对钱没什么概念 可很多人见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要知道不得极度的发疯 甚至打什么坏主意 想到这里 他说道 这么大笔钱 你不要跟人说 不然会有危险田勺说道 放心 过些天我就将他花掉 古妃已经从山里出来了 只是他现在不方便露面 等可以在外行走了 田勺就让他去买印刷机 暗中算了下 田勺觉得这钱可能还不够 想到这里 田勺说道 对方真愿意出四百块钱 买一张设计稿 这还有假 他说了 若是你觉得不够 可以再用其他东西补偿你 赵小柔说道 四百块钱 已经是对方能给的最高金额了 再多的他也没这个权限 田勺有些疑惑 说道 他怎么这么大胆 竟敢花这么大笔钱买设计稿 就不怕厂里员工举报他 赵小柔说道 去年 那一千二其实是他自掏腰包的 然后力排众议才上了生产线 不过后来衣服卖得好 这钱制衣厂也给他补上了田勺赞叹道 这人太有魄力了 有机会一定要认识下 有这样超前意识的人 等经济开放以后 绝对能成为一方大佬 笨 提前认识结交下没毛病 赵小柔拒绝引荐 说道 还是不要认识了 这家伙还没结婚 要知道设计稿出自你的手 肯定会缠上你的田勺一听 顿时放弃了 自从见了那黑芝麻心的家伙 其他人都入不了他的眼 想着这么久 对方都不给他回信 田勺有些气馁 对方可能真没看上他 第320章孝子 田大林跟李桂花都挺满意柳青山 加上二鸭也乐意 所以第二天就让中间人帮着帝了话 柳家提出要300块里钱 田大林跟李桂花两人觉得有些多 但又觉得柳青山确实不错 商量了下两人就来找田勺 李桂花说道 大鸭 我们手头没这么多钱 你能不能给我们200块钱田勺没借这话 而是问道 他们家是碰到什么困难了吗 李桂花摇头道 没有 就是家里穷 所以想多要点理钱 这样家里日子也好过些 田勺一听就到 你们要满意 想给这笔钱我不反对 但别跟我要钱 我没钱若是对方有什么难处 比如有人重病什么的 要多点理钱还可以理解 可柳家什么事都没有 纯粹就是为了多要钱 说白了 就是卖儿子 这样的人家田勺 是信不过对方的品性 或者说不愿沾染 李桂花知道这是不同意了 大鸭 二鸭这是招坠 青山算很不错了 田大鸭梅之声 但意思是一样的 田勺反问两人 若是现在有媒婆上门 给三鸭说清 南方家境好 又在城里有工作 你会开口 要这么多的彩礼吗 李桂花想也不想 就说不会 这 万一将对方吓跑了 就寻不到这么好的婚事了 田勺说道 若他们真的疼爱儿子 就不会要这么多的礼钱 既不疼这个儿子 以后家里有事 就会找上门来了 毕竟 我家条件好 二鸭又有工作 田大林沉默了下说道 大鸭 招坠没那么容易的 之前也有人来说清 但那些人条件都不如柳青山田 少觉得他们太住急了 而且姿态也放得低 爹 你们跟二鸭若执意要定这个柳青山 我没意见 不过 我不会管这件事的 他只是姐姐 又不是青娘 管这么多干啥 夫妻两人纠结了下说道 大鸭 要不你建家青山那孩子 大鸭 那孩子是真不错 二鸭什么样 他们夫妻还能不清楚 实力气的事是没问题 其他就不行了 以后成家有了孩子 碰到个什么事 还得靠田勺帮衬 田勺摆摆手道 你们决定就好 不要再跟我说 夫妻两人有些纠结 最后让二鸭拿主意 二鸭原本是星期二回去 但因为有事耽搁了 他没想到父母这么急切的 听到两人的话 二鸭想起田勺之前跟他说的 于是说道 爹 娘 你找个人试探下柳青山 看看他对这里钱是什么想法 还有 万一入赘到我家 父母要他帮衬家里又是什么态度 田勺颇为意外地看了一眼二鸭 这是将之前的话听进去了 田大林花了点钱 找个柳家村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去试探 结果让他大跌眼镜 柳青山不仅觉得三百块钱不多 还说以后要奉养父母 按照习俗 这入赘的男人与出家的姑娘是一样的 是不用奉养父母的 当然 你自己有能力奉养父母 那就另当别论 这下不用再考虑 田大林直接回绝了 不想田家这边一说不愿意 柳家那边立即改口 说给一百的礼钱也行 若是一开始 柳家说要一百的礼钱 田大林跟李桂花 或许不跟田勺说就答应了 但现在知道柳青山的性子 柳家不要礼钱 他们也不会同意 这周的周日是田建了结婚的日子 田勺跟三魁他们一起回了田家村 第二天一大早 田大林夫妻就带着二鸭过去帮忙了 至于田勺跟三鸭几人没去 村里人多一家去两三个足够了 三魁与田勺道 姐 六鸭说想吃鱼 我带他们去河里抓鱼 田勺看他蠢蠢欲动的样子 笑着道 可以 不过不能让他们下水 还有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在屋里看书看累了 田勺到隔壁 看三鸭还在那认真地做衣裳 这衣裳是他接的火 报酬是两毛钱跟二十个鸡蛋 田勺看他聚精会神 连自己进屋都没察觉 觉得缝纫机也该提上日程了 不然一直低着头做衣裳 对尖锥跟眼睛都不好 不过这话他没说 他现在的钱得省住点用 到明年再给他一个惊喜吧 三魁带着三个小的去河里捉鱼 两个小时提了半桶鱼回来 六鸭笑着说道 大姐 我想吃你做的酸菜鱼 田勺摇头说道 这鱼太小了 想吃酸菜鱼得用大鱼做才好吃 那大姐下个星期回来吗 田勺摇摇头 不过确实说道 你们已经放假了 明日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县城玩两日 说起来他就想笑 期末考试 四鸭语数刚巧在极客线上 五鸭是语文76 数学78 而六鸭数学100语文96 年级第一 六鸭惊喜不已 他知道田勺决定的事 爹娘都不会反对 趁着四鸭六鸭与三魁 进厨房忙活的时候 五鸭拉着田勺进屋说道 大姐 六鸭已经将你三年级的课本 都看完了 而且还都看懂啊 什么 五鸭小声说道 大姐 六鸭已经自学完三年级的课程了 大姐 我跟六鸭说 既然自学完三年级的课程 应该去上四年级 可是他不愿意 为什么 不愿意 五鸭有些无奈地说道 他说不想跟我分开 可是多念一年书 就要多花一年的钱 而且他书本上的内容都懂了 做教室里也很无聊啊 特意跟田勺说这事 是希望他能说服六鸭跳机 田勺却拒绝了 说道这是六鸭的选择 我们应该尊重他 你也不用担心浪费钱 我现在赚两分钱 供你们念书还是没问题的 五鸭说道 但我觉得他这样很浪费时间啊 能念四年级为何要窝在二年级呢 两年时间可以前很多的事 田勺顿时对五鸭刮目相看了 不过他还是不改变态度 你 若是能说服六鸭 到时候就让他上四年级 若是不行 那就跟你一起念二年级 还有 五鸭 你这成绩并不好 以后考中学都有些难度 现在可不是 义务教育 小生初就得淘汰一大批人 他知道四鸭跟五鸭不是念书的料 但还是希望他们能念到初中 五鸭没找着同盟 很是失望 第三百二十一章田建勒的婚礼 十一点半田勺带着四鸭去了田春家 至于另外三人都留在家里吃了 远远的就听到一阵欢声笑语 走近看到田春家旁边空旷的地方 摆放了十张桌子 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 二鸭小生说道 见乐哥这次结婚 听说办了十二桌 请沈看到田勺大声说道 呀 这不是大鸭吗 大鸭 快到沈子这儿来坐 田勺现在已经成了 红旗社的传奇人物了 从农村考进城里虽然少 但也有过 但在自己进城后 凭自己的能耐 一年内将妹妹跟表弟 弄进县城工作的却是第一个 很多人都恶腕 为啥自己没这么个清洁 表姐呢 田勺看住她旁边都坐满了 压根就没空位置 不过她也没说出来 扬了扬手里的东西 她笑着道 谢谢秦婶 我先将东西拿进去 有个 大娘看住她拿着的袋子 问道 大鸭 若不是建勒跟玲玲 你当日也进不了纺织厂 这次建勒结婚 你随便送点东西可不行 丝压听到这话就不乐意了 大声说道 你怎么不说洛伯 是我姐 田玲玲已经死了呢 而且当日 他们只是 是将纺织厂招工的消息 告诉我姐 又不是将她弄进去工作 说起来 田玲玲还欠了我姐一条命吗 田勺拉 拉下她道 人家大喜的日子 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大娘还带说 旁边一位大婶子拦住了她 大鸭 你快进去吧 等菜上了 他们要敬酒 就没时间跟你说话了 田勺到了谢 就拉着丝鸭进了田春家 这位大婶子 没好气地与那位大娘道 三婶 今天是建勒大喜的日子 你故意说这些做什么 要闹得不好看 到时候田春大哥一家子 还不得埋怨你 这位大娘道 我就看不惯她这得意的劲 说是看不惯 其实就是嫉妒 想以前田大林家多穷 特别是那丝鸭 又懒又馋 还脏 结果现在呢 收音机听着自行车骑驻 那懒丫头也穿着一身新衣裳 衬得她们可怜兮兮的 大婶子没好气地说道 村里种的那些果树 可都是大鸭弄来的 你既看不惯大鸭 等过两年果树挂果了 你别吃大娘不服气道 这是队里出钱买的 我凭什么不吃大婶子 不愿再理她 田巢并不知道 这些人的争论 当然 知道也不放在心上 进了田春家 就看着穿着一身灰色衣裳 扎住麻花辫的田玲玲 此时她正在招呼客人 呀 大鸭来了 快进屋坐回 田巢笑着道 见乐哥跟嫂子呢 我买了点礼物 送给他们做新婚礼物 理经她之前 让李桂花跟住一起交 为这李桂花还念叨了呢 他们又没分家 一份礼就行 哪还需要送两份礼 田玲玲看住她手里的布袋子 笑着道 我三嫂在屋子里 我带你进去 因为张慧兰是外地人 所以只是白酒 而没有去接亲这一环节 此时 张慧兰正跟人说话 听到田玲玲叫她 才抬起头 一件是田巢 她条件反射挺直了腰 田巢看住张慧兰 穿住一身红色的衣裳 头发挽起来 别住躲红色的花 上了妆还抹了口红 在一众灰扑扑的人群中 显得跟仙女似的 不过 跟李红星比还是有差距的 田巢夸赞道 张姐 你今天好漂亮 张慧兰听到这话 脸上露出了真切的笑容 谢谢将布袋子递过去 田巢笑道 嫂子 新婚快乐 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希望你能喜欢张慧兰接过去 随手交给旁边的一个姑娘 笑着道了谢 屋子里人挺多 田巢将礼物送出去后就走了 那接了布袋子的姑娘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放的是一套 百雀灵护肤品 很是意外 慧兰姐 这姑娘穿得这么寒酸 出手可真大方 一套百雀灵要她 近半个月工资了 倒没想到乡下一个村姑 都比她有钱 真的是卧虎藏龙 本还瞧不起张慧兰 嫁个乡下汉子 这会也收起了轻视之心 张慧兰看了一眼说道 她在县城上班 她现在就希望早日打开国门 这样就可以用海兰之谜 雅士兰黛 以及SKEI这些大品牌的化妆品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只能用百雀灵 跟雪花糕等廉价的东西 她堂妹还想问 张慧兰却是岔开了话题 说起了其他 田巢一出去 四压就朝住她招手 大姐 这儿 这儿还有座位坐下来没 一会及时到了 虽然现在讲究婚礼从简 但拜父母这一步骤 还是没省的 不过现在不用磕头尽茶 只要居三个宫就行 新郎新娘行碗里回了房 厨房那边就开始上菜了 好家伙 四荤四肃一汤 鸡鸭鱼肉都齐全了 梅菜扣肉跟土豆焖鸡 两个大荤菜一上桌 桌上的筷子顿时打起了架 田巢没跟他们抢 就只加了红烧豆腐吃 就是四鸭给他加了一块鸭肉 他都没要 你自己吃 不用管我 他想吃买就来做就是 何必跟这些许久没吃到肉的人抢 吃了一半 新郎跟新娘来敬酒 看住田建勒穿着一身中山装 七月的天穿成这样 田巢都替他热 不过他只看了一眼 就垂下眼帘了 省得情绪过多又引来八卦 张慧兰这女人目光短浅 心胸狭小 还是远离为妥 田建勒给这捉人的敬酒以后 还单独与田巢说了话 打压 既然来了就不要客气 一定要吃好喝再回去啊 原本以为田巢不会来参加他的婚礼 现在来了他还是很高兴的 张慧兰挽着田建勒的胳膊 朝住田巢笑 这模样庞若是在宣示主权 田建勒跟其他姑娘的事他不介意 就算那个杜思仪他都没放在眼里 唯独田巢让他有危机感 没有理由 只是女人的一种直觉 田巢笑着映下后说道 建勒哥 希望你跟嫂子早生跪子 争取三年抱俩桌子上 有个四五岁的小孩 听到这话 双手拍着巴掌喊道 三年抱俩 三年抱俩这话一落 哄堂大笑 吃过饭 四鸭跟住田巢回去 在路上他捂住圆滚滚的肚子说道 大姐 这菜一点都不好吃 白下了那么多的肉了 你都吃撑了 还不好吃 四鸭一边揉肚子 一边哼哼道 我家可是送了两份礼 结果三姐跟五鸭他们都没来吃席 我肯定要多吃点了 不然太亏了 这般说好像也没毛病 第322章请求 吃完席面 李桂花端了一碗梅菜扣肉回来 田巢看了一眼说道 娘 咱家这条件没必要跟大家抢这一碗肉 这次就算了 以后别再要了李桂花心里清楚 哪里是不要跟村里人抢肉 分明是这丫头咸气肉是留下的 唉 不吃别人的剩菜 不碰别人用过的东西 也不知道哪来的毛病 田巢五觉一醒来 就听到一副跟姨妈来了 三鸭小声说道 姐 一副跟姨妈来了 好像是集钱买不傻的 我也没听清楚 娘说现在是你当家 得问你的主意 因为田巢刚在睡 家里 人都知道 她午觉睡半个小时左右 就没叫醒她 田大林与牛忠两人性情合得来 在堂屋聊着田 至于李桂花则在厨房忙活 李春花在里面帮忙 牛忠跟田大林是同辈能开口借钱 但田巢是晚辈 她张了几次口 都说不出借钱这两个字 田巢主动问道 姨父 有什么事 你只管说牛忠心头一松 最近给草根香了个姑娘 姑娘家要八十八的彩礼 跟八尺八的布 彩礼前我们家拿得出手 但布却难弄到 打压 你在纺织厂工作 不知道能否帮忙 弄到布田巢猝了下眉头 现在农村谁家 能一口气弄到八尺八的布 分明是故意刁难 不对 不是故意刁难 应该是在试探 试探姨父与自家的关系 若是关系好 他肯定会想办法弄到这些布 牛忠也知道这是难为 说道 打压 我们自己想办法 能凑个两三尺 再多的就凑不到了要说 八十八的彩礼也不算贵 一般人家都能凑得出来 田巢也没有追问 只是说道 现在纺织厂管得很严 瑕疵布也弄不到 急不急 若是不急的话 等发工资的时候 我跟工友们换下布票 之前他带回来的那几匹布 李桂花留下了一匹自己做衣裳 其他的都卖了 这是出来以后 众人都觉得他弄不了很容易 哪怕他说弄不到都没人信 不过李桂花都给挡了 倒霉来烦他 牛忠盲道 不急 不急 中秋节前凑齐了就行 那应该没问题 田巢说道 其实他手里有布票的 这班座也是让他们知道 自个也不容易弄到不 谈完这事 田巢笑着问道 姨父 怎么没带二枚一起来啊 过年时他还说要来家住几天 跟三丫一起玩呢 牛二枚想跟住来 只是被夫妻两人给拒绝了 一是怕李桂花不高兴白脸色 让孩子受委屈 二也是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 吃饭的空档 李桂花拉着田巢出去后说道 大鸭 你姨父家那对离 比我们这儿还差 每年分道的粮食 得配上野菜才能吃饱 刚你姨妈说 你二表嫂又怀了 草根眼瞅猪又要结婚了 处处都是钱 田巢看他巴拉巴拉 这么一大堆 就是不进入正题 无奈地说道 娘 你想集钱就借 我没意见地 向大舅跟姨父几家 关系好的亲戚来借钱 都没问题 但向李二舅跟田二叔来借钱 洗洗睡吧 李桂花摇头说道 不是集钱 我是想想让你姨父家 给你送柴火 你爹现在干不了重活 家里的柴火 都是靠我跟二鸭 实在是攻不上你们了 田巢现在也不乐意 用煤炉子了 烧水煮个东西还行 炒出来的菜不好吃 而且他们中午不做饭 用煤炉子有些浪费 李桂花笑着说道 打压 让他们送柴火 既解决没柴用 又帮衬了他们 这是两家都好 会不会不好啊 李桂花说道 有什么 不好 你只要按照试价给他们 然后再给他们一点 不投什么的 你姨母姨父 只会感激你的 说到底 她就是想帮衬姨母家 田巢点头硬望 李桂花很高兴 她跟李淳花 走动的不情 实在是两个人 性子合不来 听到她那些话 就想骂人 但到底是亲姐妹 她也希望李淳花日子 能够宽松些 吃完饭三个人回了城 因为有自行车 天还没黑 就到了家 田巢刚坐下喝了一杯水 外头就响起了敲门声 三魁去开门 看到是个陌生的年轻男子 警惕地问道 你找谁 我是宋明阳 来找田巢 三魁将门关了以后 进屋询问了田巢 确定是认识的 这才放她进来 上次黑灯瞎火的田巢 没见住长什么样 只知道个头很高 现在看清楚了 五官棱角分明 因为营养不良 面有菜色 人也很瘦 不过一双桃花眼 特别招人 田巢让三魁进屋后 轻声问道 我买了四根人参 是一次性给你 还是分两次给 宋明阳想也想就说道 分两次给吧 田姑娘 不 知道还有没有奶粉 我爷爷跟韩爷爷 吃了你给的奶粉 最近气色好多了 说这话的时候 她脸有些红 毕竟这奶粉不仅贵 还要票 田巢笑着道 有 我买了三罐 另外还有五斤红糖 跟两斤奶糖 送明阳纠结了下 还是说道 粮票能给我一些吗 我爷爷他们年岁大了 吃粗粮不好消化 上次你送的那些粮票 我都已经用完了 细粮养人 他爷最近都不咳嗽了 几位老人身体 都比以前好了不少 把杯篓给我吧 田巢拿了空杯篓 就开始装东西 很快就装得满满的 宋明阳又羞愧又感动 田巢其实挺佩服他的 这七年来 他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 几个老人 现在年岁大了还好 七年前他也才十二岁 可想而知有多艰难 将东西递给他以后 田巢小声说道 宋明阳 我有件事想求你们帮忙 两次东西给的东西 合起来都大几百块了 宋明阳正内疚住 听到这话 他忙 田同志 什么是你说 田巢就将自己的需求说了下 说完后道 若是可以 我希望你爷爷他们 能多给我出一些细题 当然 若是不方便的话 就算了 语文 政治 地理 历史 这四门课 他已经求了李乔 帮忙出了题 加上他自己也可以弄 但是数学跟化学物理 李老师没法帮忙 而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正巧宋明阳的爷爷 是这方面的大拿 就想求他们帮这个忙 宋明阳从李乔那儿已经知道 田巢笃定会恢复高考 求了李乔帮忙出席题 所以对他的请求也不意外 语文 化学 地理以及历史 也可以出题的治愈政治 他是不敢碰的 这东西比较敏感 他怕哪里没弄好 就引来无望之灾 这可真是意外之喜 第323章 脚屎棍 田巢将高中两年的课本 都给了宋明阳 送他到门口后小声道 以后不要再来这儿了 我现在太打眼了 你来得多了容易被人盯上 过几天我会让人跟你接触 缺什么跟他说 以后CT编好了也交给他 说完 他将古妃的样貌 简单与宋明阳描述了下 宋明阳有些担心地说道 可靠吗 田巢笑着说道 放心 很可靠 他以前是在黑 是谋生 是我救了他 不然现在在牢里蹲住了 他跟马家村村长 马长寿的外甥田剑乐 两人是过命的兄弟 宋明阳明白了 低声说道 田同志 谢谢你 不用谢 咱们是互相帮助 跟田巢送的那些东西比起来 他们帮助出些题目 简直微不足道 不过宋明阳将这一份 好记在心里 以后有机会 定要报答这善良的姑娘 见惯了丑陋的嘴脸 所以特别珍惜 对他们心怀善意的人 将人送走后 田巢就将门拴住了 二鸭跟三魁听到关门声 两人立即从屋里出来了 三魁小声问道 大姐 这人谁啊 我怎么以前没见过 二鸭也竖起耳朵在听 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每次来都拿走 那么多的好东西 若是对方给钱了还好 若是不给钱 那就亏大了 嗯 应该不至于 他大姐就不是个吃亏的主 田巢说道 你不用管他是谁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他不会再来了 他让 三魁住在这儿 除了方便上课读书外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要他与骨妃成为朋友 他要总去见骨妃 单身男女走在一块 肯定会被人注意到 可若三魁与骨妃成为朋友 没人会去关注 二鸭想着那么多的好东西 一分钱都没给 再控制不住了 姐 那么多的东西 就这么送给他了 田巢看了他一眼 说道 不是送 人家给了报酬的 只是这报酬 不是众人所想的钱票 而是席题 对众人来说 现在席题一文不值 可一年以后 这些席题就是宝贝了 二鸭听到 给了钱就心安了 姐你放心 我一个字都不会往外说 他之前还暗暗嘀咕 田巢买那么多的东西 不拿回家也不自己吃 原来是转手卖给别人 就他对田巢的了解 这些东西肯定是赚取了差价 因为田巢的话 宋明阳担心被人尾随 故意在回去的路上 走了一条很难走的小道 这小道崎岖不平 若不熟悉晚上走的话 很容易摔倒 路上很顺利 只是在快到村里的时候 听到了茂密的草丛里 传来粗众的喘息声 宋明阳都不敢退回去 就在旁边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 等这对男女离开了 他都不敢走 还趴在原地 等了好一会才回去 谨慎 已经可在他骨头里了 宋老爷子看到他衣服上 沾了泥土跟枯草等脏东西 担心地问道 是路上遇见麻烦了吗 宋明阳点头道 路上碰到了两个人 躲了一会 爷爷放心 没被他们发现 这次田巢没给大面 但其他东西很多 除了滋补的药材外 还有三罐奶粉 三罐麦乳精 一大包奶糖 一大包红糖 与上次一样 还有个厚厚的信封 里面装着一百块钱 跟粮票 跟工业票 宋老爷子很是忧心道 这姑娘哪来这么多的钱啊 这两次光钱就给了两百 还有药材跟其他东西 加起来有四五百块钱了 他工资也才三十多 就算出书有稿费 也没这么多钱啊 宋明阳觉得他操心太过了 说道 爷爷 不用担心 我相信他是个有分寸的人 对了爷爷 他想请我们帮助出些习题 巩固下所学的知识点 爷 你多帮他出点习题吧 现在管制没以前严格了 只要小心一些也不怕 宋老爷子笑着道 行 我给他出许多的题 只希望到时候别叫苦 见他竟开起了玩笑 宋明阳心里高兴得不行 古飞怕引人注意 回了县城 只晚上会出来走洞下 白天都窝在家里 听到田巢要他跟宋明阳暗中接触 他很是高兴 终于有事前了 过了几日 古飞就去找了田巢 与他说了一件事 田巢 马村长想将小女儿 许给宋明阳 宋明阳拒绝了 马村长很不高兴 这两天就让宋明阳 改挑大份了 田巢处主眉头说道 宋家祖孙成分不好 马村长为何会突然 想将女儿许给宋明阳 古飞听到这事就很疑惑 等查到了结果后 更是想不明白了 我旁敲侧影才套到话 施乐哥与马村长说 让他多照顾宋老爷子几个人 马村长听了就想结亲 若是宋明阳愿意 那是皆大欢喜 现在人家不愿意你这样逼 那就不是结亲 而是结仇了 不过是田巢让他接触的宋明阳 所以也不敢擅作主张 决定先过来询问下他的意见 得了 不用说也知道是张慧兰 这个嚼势棍鼓动的田建乐 他知道 张慧兰是想雪中送炭 得到宋老爷子的好感 想法是好 只是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想着他干的这些事 田巢也能理解了 古妃见他不支声 问道 田巢 这事咱们不管了吗 管是肯定要管的 可不能让马家的人 祸害了宋明阳 田巢说道 这是得让见乐哥知道 但是却不能由你去说 而且我让你做的事 更是一个字 都不许透露给他 古妃有些愕然 这话分明是在防备住乐哥了 田巢 你是不是跟乐哥 有什么误会 田巢沉默了下说道 我跟建乐哥之间 没有误会 一直以来 我都很尊敬他 敬佩他 但是我不喜欢张慧兰 这个女人目光短浅 心术不正 跟这样的人沾上关系 铁定要倒霉 古妃没想到 田巢还迷信 田巢看他表情 就知道不信了 我有次正巧碰到 张慧兰来找建乐哥 那时他就表现出 对建乐哥志在必得 我提醒过建乐哥 这女人心术不正 对他态度热络 肯定是有目的 我若是猜测的不错 张慧兰应该使用 生米煮成熟饭这烂招 让建乐哥改变想法的 至于为何建乐哥没生气 反而乐呵呵地半喜酒 我就不清楚了 但这足以表明 这女人是个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人 这个古妃知道 他说道 乐哥喝醉了酒 与张慧兰有了夫妻之事 但张慧兰说 不用乐哥负责任 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后来乐哥去找他 他还避而不见 田巢觉得 张慧兰若是将这份心思 放在失业上 不愁成不了富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